近日第三届中东欧博览会正在宁波举办 大量中东欧特色产品亮相此次博览会 那么宁波市民最想买到的中东欧特色产品是什么 又有什么好东西想分享给远方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想问一下你身边有哪些中东欧的产品 或者说你最想买到的中东欧的产品是什么 中东欧的产品 有塞尔维亚的咖啡吧 我最想买到的可能是那个保加利亚的玫瑰水 听说喝起来连呼吸都是香的 我记得捷克它有那个手工皂非常有名 有什么玫瑰的还有那个死海泥的这些都很好用 最近了解的入手了一款匈牙利托卡衣柜符酒 颜色味道还可以 那宁波或是中国有哪些产品你是想推荐给中东欧的一些朋友的呢 我想想 像宁波的特产汤圆啊还有海鲜之类的 我觉得可以就是推广给他们的 商品的话首先肯定要推荐一个文房四宝嘛 呃 嗆蟹啊 然后还有 糍成的年糕嘛 那当然还有水果方面的 比如说 呃 比较有名的凤花水蜜桃啊 还有象山的红北仁啊 这些都可以 呃 推荐给他们尝试一下 中国和中东欧有哪些文化上或者生活中的一些共同点 具体的我可能也收上来 但是我之前参观过他们那个展商品 商品商品館 它里面就是有一些什么 呃 艺术文化的交流还是比较密切的 嗯 像我们呃 去年在我们北伦有举办过 北伦的那个 呃 中东欧青年 艺术周 像前几年 还有 类似的这样的 中东欧的音乐乐团 以及我们中国的乐团有 开展过类似这种 全国巡演这种 嗯 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文化生活都比较丰富 然后物质产品的种类也比较繁多 嗯 可以都进行一些 嗯 物质上的往来活动这些 那最后一个问题 那你期待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在哪些领域上 可以展开一些更深层次的合作呢 嗯 嗯 我觉得中国和中东欧的话 他们的科技文化呀 还有旅游方面资源都是比较丰富的嘛 这些方面都可以展开合作 这样子 类似多一点这样商品的贸易这样吧 比如说我个人比较想买一些 关于中东欧的工艺品呀 还有中东欧的食品呀这样子 嗯 我期待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能够在文化方面进行一些碰撞 然后比如说传统文化方面嘛 那么在这个方面进行多合作的话 也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中东欧国家的文化底蕴 同时也可以让中东欧国家的人民 对我们中国有所了解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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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